大家好,我是X机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很多有趣的日本姓氏 像是牛肠、猪鼻、鼻毛、上床、肛门 虽然说中国有百家姓 但是跟日本14万个姓氏比起来 真的是小无间大物 而正因为姓氏多的关系 日本人也很少会聪明 通常我们说到日本的某个姓氏 就会想起那个日本名人 例如安倍,自然就是晋山 雨多甜,就是雨多甜光 心缘,就是节衣 山上,自然就是博士 不然你以为我要说谁 说到牧村,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脱灾 但看完今天的影片 以后再看到牧村的时候 可能你会想起的是他 牧村青 1952年,牧村在现在的千叶县野田市出生 四岁的时候,爸爸遇上测会离世 为了减轻独立照顾三个孩子的妈妈的负担 作为长子的牧村 在上小学前就开始各种打工 到别人家的农地夏天帮忙 养鸡养兔卖鸡蛋 剪玻璃和塑料瓶变卖 上小学后还开始送报纸 到哥尔夫球场当球童 但即使是这样,牧村的成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 只是因为家里环境实在没有办法让牧村继续读书 加上牧村从小就有当祭师的梦想 所以15岁就辍学加入了日本自卫队 那军队的生活本来就很不好受 加上当时自卫队的长官都是经历过二战的人 牧村的日子就更痛苦了 每天六点就要起床 做各种体操,伏地挺身,匍匐前进和武术训练 所以别看现在牧村的身材是这样 他曾经是个可以连续做一千下伏地挺身的男人 他也终于在加入自卫队的第四年 成为了F140战斗机的后补驾驶员 可惜命运弄人 没多久牧村就遇上车祸 虽然保住了一命 但是势力却因此永久受损 成为战斗机驾驶员的梦想破灭 那无奈之下,牧村只能选择退伍 不信众的大姓是 在牧村住院期间照顾他的护士 成了他日后的老婆 结束了将近六年的军中生活之后 胆大的牧村把他自卫队 赚到的68万日元薪水 全部投进股票市场 两个半月后看报纸 竟然发现涨到了275万 不过75万一下子就给他花光 剩下的200万借了给朋友 不是不还,只是还没还而已 从天堂掉到地狱的牧村 之后跑去卖百科全书 但这东西不只是现在 在以前也很难卖得出去 直到有一天 牧村抱着卖不掉的百科全书 坐在公园苦恼的时候 有几个小朋友主动上前跟他搭话 问他各种问题 牧村也都耐心地一一回答 之后小朋友的妈妈也走过来抽热闹 还出现了第一个开口说要买百科全书的人 之后一传十,十传百 就这样牧村成功在祖父圈煞出了一条血路 在短短一个半月就卖掉了500本百科全书 让牧村初次体会到做生意的乐趣 然而黑心公司之后 却找各种理由不给他发薪水 很受伤的牧村只能再找下一家公司 他也因此和水产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牧村之后入职的新阳上市 是一家专卖水产品的公司 而牧村发挥大的商业天分 帮公司减少浪费的同时创造了很多收益 像是把当时没人要的鱿鱼的耳朵部分 做成肉迷销售 趁着冷冻食品的兴起 把水产品冷冻贩卖等等 那可是枪打出头鸟 过于出生的牧村开始处处被人针对 觉得没意思的他决定自己独立 在1979年27岁的时候创立了牧村商店 除了运用在新阳上市学到的自私 经营水产生意以外 牧村也开始做起了其他的食品生意 甚至还涉足卡拉OK 房地产 台球店和露营带住戒等等 全生时期的牧村商店 经营的超过90种业务 不过要是他接下来就一帆风顺的话 我就没有东西可以说了 所以没多久 牧村又遇上了全日本人都避不开的噩梦 就是90年代的经济泡沫爆破 就好像日剧《半折直书》里面演的那样 当时的银行怕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 为了保命而想尽各种办法 想要提前把钱收回 而牧村遇到的手段更是下流重的下流 借了钱给牧村的银行 趁着牧村在国外的时候 到牧村家跟他老婆说 有些普通的文件要签名 但所谓的普通文件 其实是让牧村提前一次性还款的同意书 银行还特地把内容写得非常复杂 以免被牧村老婆试破 被摆了一道的牧村 只能将所有业务变卖 还完所有债务之后 只剩下300万日元 但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牧村 并没有做此放弃 1997年 他用剩下的300万日元 开了只有18个位置 名为Kiyo之喜的寿司店 除了比一般的回转寿司价格更低 品质更好以外 有别于其他寿司店难以琢磨的实价 牧村首次把寿司的价格固定下来 普通寿司98日元 高级寿司398日元 一目了然的定价 果然大受客人欢迎 到了2001年4月 又在竹地开了十七张买 成为了第一家24小时营业的寿司店 仅仅只有40个位置的店 年营业额达到11日元 而到现在 十七张买在日本已经有57家份店 那究竟这样的一个寿司大叔 为什么会和索马利亚的海盗扯上关系呢 东非的索马利亚外海盛产鲍鱼鱼 但同时也是索马利亚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 他们会抢劫经过的渔船和货轮 甚至把船员作为人质 要各国政府交付赎金 有台湾船员就曾经被挟持了四年半 才被解救出来 为了安全 各国开始派出海军 替自己国家的船护航 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在2011年派出舰队 刚好负责海盗问题的自卫官 原来就是牧村在自卫队里面的后辈 后辈就问作为前辈的牧村 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灭海盗 又那么刚好 牧村的售食店卖的最好的是鮪鱼 对鮪鱼的需求量很大 又又那么刚好 东非有一个叫不吉地的国家问他 有没有兴趣去索马利亚外海捕鱼 牧村就跟着日本海上自卫队 一起去了一趟索马利亚了 面对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人质的风险 牧村不是带上刀枪 而是带上翻译和索马利亚海盗直接对话 海盗们告诉牧村他们也是逼不得已 这时候牧村才从海盗口中了解到 他们当中不少人以前都是捕鱼的 只是因为索马利亚长期内战 加上2004年 印度洋海啸重极当地本来就衰弱的经济 捕鱼根本就不赚钱 才被逼转行当海盗 网络流传牧村之后跟海盗这样说 那你们帮我捕鱼怎么样 我们没有鱼船哦 我会给你们船 我们不懂捕鱼的技术哦 这个我可以教你们 捕到鱼也没有冷藏库可以保存哦 我来盖冷藏库 不加入贸易组织也没办法出口哦 我帮你们去谈 那当然这对话内容多少有些夸张 但牧村的确给了船 叫海盗捕大型鱼的技术 甚至牵头帮索玛利亚加入了 印度洋伪类委员会 让做到的鱼可以外销 而且还答应海盗就算自己赔本 也会收购他们卖不掉的鱼 那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工作 不少海盗也转职成为渔民 索玛利亚的海盗事件 从2011年的最高300起 在2015年直接归零 那虽然不能说百分百是牧村的功劳 但是牧村对海盗事件的改善 绝对贡献不少 不及地丈夫甚至给牧村 颁发了训章肯定他的贡献 海盗不用再打打杀杀 路过的船不用再担心被抢 大家从此以后 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除了索玛利亚外海的鱼 好了 我是夏季 我们下次见 拜